然後也要尊重自己的權利 自己爭取 因為不會有人要替我們設想 那如果我們被欺負 我們就自己站出來在法院上說清楚 這個都很正常 那順利財產分配的話 我們以為是說非要多少錢 只是說就是公平 如果最後只剩下一瓶養樂多 那我就拿走那一半的養樂多嗎 嘿 好 就這樣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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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 謝謝